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 它说设f为三次多项式 而且f等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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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 然后f等于7等于370 那它问我们说f等于多少 那其实要求f等于多少 我们理论上应该要先搞清楚f到底是多少 那对于一个三次多项式来说 我们可以假设它的一般式 记得呢我们什么东西脑袋都非常混沌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最基本的来开始想 那三次多项式呢我们可以假设成 是一个ax的三次方加上bx平方 加上cx加上d OK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一个三次多项式 但是三次多项式呢它有四个位之数嘛 对不对 四个位之数就要有四个条件才能够解 所以呢你看有没有四个条件有啊 f of 1等于10 f of 2等于10 f of 3等于10 然后还有f of 7等于370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列出呢四个方程式 那四个四元一次联理方程式呢就可以解这四个位之数 问题是四元一次方程式呢一定会解到天荒地老 但是可不会算得出来 可以算得出来 所以同学如果考试真的遇到一些状况是呢 你想不到别的方法 但是你确定可以硬算 那你又不会算其他题 那这时候你不要用硬算的方法写这一题 当然要啊 这样才有机会对嘛 对不对 可是呢现在呢我们要练习我们的思考力 好所以呢不要用硬算的 那如果不要用硬算的话呢 我们现在就想一件事情 诶 这个感觉比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整个式子感觉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 f of 1等于f of 2等于f of 3等于10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把f of x拿来减掉10的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说呢 这个东西呢它会有x-1 x-2 x-3 是它的音式呢 我再说一次哦 如果今天f of x减掉10之后 当做一个新的h of x好了 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下 有一个新的h of x 它是等于呢 f of x减掉10 那因为你看哦 h of 1不是就等于f of 1减掉10吗 那f of 1减掉10是等于0啊 h of 2也是等于什么 f of 2减掉10 那也是等于0啊 那h of 3呢 也是等于f of 3减掉10等于0 那依照呢我们的这个音式定理的推广呢 我们可以假设这个h of x 这个h of x就会等于什么呢 x-1 x-2 x-3相乘当作音式 那当然呢它不是直接等于它 因为还要乘上一个另外还有剩下的式子 但是我们看一下另外还会剩下什么呢 它说这是一个三次多相式耶 这个音式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三次的式子了 你看这里已经有一个x 两个x 三个x了 所以顶多剩下一个什么呢 顶多剩下一个常数 也就是呢我可以把这个h of x呢 设成a倍的x-1乘上x-2乘上x-3 所以换句话说呢 我的f of x呢 又可以再一次回写成 a倍的x-1乘上x-2乘上x-3 再加上10 ok 那当然啦有些同学呢 脑袋动得很快 你中间呢如果没有这些步骤呢 我逛语学长也是可以接受的 也就是说呢 你直接看到了f of 1跟f of 2跟f of 3呢 都等于10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这样列式 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列出了这个式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还剩下哪个条件没有用 f of 7等于30啊 f of 7等于30是一个条件 这边只有一个位置数a 所以显然a应该是有机会被解掉的 所以我们就带进来 f of 7 就等于呢 a乘上7-1是6 那7-2呢是5 7-3呢是4 那再加上10 那这边呢整理一下 6乘上5是30嘛 30乘上4呢是120 所以变成120a加上10 那等于多少呢 f of 7是等于370 所以这样子你就得到什么呢 这样我们不就得到120a等于360吗 那a就是等于多少 a就等于3啊 所以f of x是多少呢 f of x就是等于3倍的x-1乘上x-2乘上x-3 那如果说呢 今天呢 记得还要再加上10 f of x还要再加上10 好 那如果说呢 今天呢他问你f of x等于多少 那抱歉你一定要呢 乖乖的把它展开 ok你一定要乖乖的把它展开 可是我们现在并不是要求f of x啊 我们是要求f of 6而已 那如果呢 我们要求f of x 我们刚刚说要把它展开 但是要求f of 6 我们要看到答案的话 就不用把f of x展开啦 因为如果你要求f of 6 你还不如用这个式子直接带 看起来比较轻松 3乘上6带进来 6减1是5 那6带进来 6减2是4 6再带进来 6减3是3 所以呢 这样子乘起来 再加上10 应该就是答案了 那我们知道呢 这边乘起来是多少呢 这里乘起来是20 再乘上3呢 是60 再乘上3是180 再加上10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19 所以f of 6 就是19 OK 这个就不困难了 再次提醒 如果题目问的是f of x 请记得乖乖地 把这个式子展开